我們來討論這個二次函數與它的圖形 第一個我們先看一次函數 一次函數的話就是說 這個x的項最高次是一次 這個我們稱為一次函數 它的圖形是一條直線 就是說我們可以類表 類表的話你會發現 X增加一個單位的話 Y增加一個單位 那這種增加是穩定的 每增加一個單位 它的圖形的話是這樣子 當X等於0的話 它通過V點 然後X每增加一個單位的時候 這個是1的話 它就增加 A一個單位 這個是A加V 每增加一個單位的話 這2的話 它就增加一個單位 這個也是D 這個是A 這個都是A 然後畫起來就是一條直線 為什麼 因為這個都是相似三角形 你如果這一樣的話 這個就變成全等三角形 所以畫出來也會是一條直線 在我們看這個二次函數 二次函數的話 它圖形的話是這個樣子 就是說 那個 這個 你 X 穩定的跑的話 它 Y 的話越跑越快 你一開始的時候 這個代表什麼呢 這個我們可以先看這個 先看 Y 等於多少 A 1 X 平方 先看這個 先看這個的話 我們現在來看 當 X 等於0的話 它一開始是0 X 的話是一單位的時候 這個時候的話呢 是 A 單位 Y 是 A 那它是二的時候 在正確一個單位的話 它的層平方呢 像這樣 層平方的這個成長 當它是一的時候 它是 A 啊 當它二的時候變成四 二的時候就變成四了 就越跑越快 越跑越快 好 啊 負的方面也是一樣 當你帶負的時候的話 Y 也是正的 就是說 你帶一個單位跟帶你 負一個單位 這樣是一樣的 所以它是對稱以什麼呢 對稱以這個 對稱以這個是 X 等於0 這條直線 好 你形成這個東西 這個 這個東西 我可以把它化解成這個樣子 Y 等於A X 加上 它是用減的好了 減掉H 再加某個K 這是平方啦 這一定可以化解成這個樣子 Y 減 K 它乘以多少等於A A X 減 H 的平方 那基本上 基本上呢 也是這種圖啦 只是說 它的圓點跑到哪去呢 跑到HK 假設HK都是正的話 假設這一點是HK的話 那麼它這個圖形就跑到這裡來 圖形就跑到這裡來 圖形就跑到這裡來 所以基本上的話 我們可以從Y等於X開始 等於X開始的話呢 你把它乘以A 乘以A的話 代表Y的話 它跑的速度會加快 這個時候會變瘦 也就是說 比如說 你如果這個是標準函數的話 Y等於X0的話 你把它乘以A A如果大一的話 它會變瘦 那Y如果小一的話 它會變磅 再來就是那個位影 你就是說 你這個Y的話 這裡會減一個K 然後就Y-K等於X-H的平方 像這種的話 就是把這個標準圖形 把它平移 平移到哪裡來 平移到HK這個地方來 這樣子 這個就是它的圖形 好 那我們先來看看 這個一個立體 這是一個什麼呢 這是一個那個 這個拋物線 那C會點多少 他說滿足這個 那我只要一個方向式 就可以決定7 我就把這一點帶進來 就當X等於-2的時候 Y等於1 也就是說 Y等於1 當X等於多少呢 也不對 Y是-2 -2 當X等於1的時候 我們就 負1的平方 加C 那這樣的話 C就要等於多少呢 負2 加1 等於負1 那C的話呢 就等於負1 這樣就求出來 這個函數圖是什麼樣的圖 這個函數圖的話 可以寫成 Y-2 C 等於負1 這個圖怎麼畫呢 這個圖我們先看這個 Y等於負1 那Y等於負1 是什麼樣的圖呢 是本來 標準的圖 標準的圖 這是Y等於負1 你知道嗎 你看加個負1 加個負1 加個負1 就顛倒過來了 就變成這個樣子 這個是Y等於負1 然後的話 你再把什麼呢 把那個點 移到 移到那個 0 C C 假設是大零的話 0C C 如果是大零的話 那就往上 這是C 所以就是這樣子 這個的話呢 就是這個函數的固形 所以很容易 你只要知道 Y等於X比方怎麼畫 然後你經過平移 經過伸縮 伸縮 跟平移的話 那你就可以把 所有的這種 這個 這個 這種形式 二次函數 一般形式的圖形 每一種圖形 都可以把它畫出來